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台南市政委屍中心以来 便是努力将台南 當作为希望家河的地位成事 为特性出目标的 两国志今年为止 已经生立35位安慰家族 期盼藏由大窗大窗窗 透过国有分年的模式 和完整科当上学习的地式 担当于事业单位 以体型安全卫生事物管理的赞助 建议更加完善管理机制 台南市政府六安局 庄政县科长地属标识 台南市政府六安局庄政县科长地属标识 丢集委组织行 所以局长没有办法过来 那局长有特别交代我 在这边感谢我们东海的团队 感谢中央商场这边的团队 跟导工局 还有包括底下 要上课的南西治安中心的领导生 我们就是我们的事业单位 跟我们中央市南西治安中心 还有我们老公局一起合作 那就是针对安慰家庭的应作 我们来拍表会其他的工作 大家来努力 那我们记长也都常常提到 我们每一年的期许就是说 我们的安慰家庭都是民灾 那事实上现在我们 台南市有35个安慰家庭 我们有13个年段 刚才中央商场 到我们东亚市成立的凹几年 那目前我们台南市有13个年段 35个家庭 大概有800多个事业单位 一起来参与安慰家庭的应作 那 市政府有六期医药去推 那去推的话当然一定会有效果 那利用这一个推动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这家的小机 我们的要求是19 只要是9家小机 那有的几乎都找5G的相对的 一个供应链的厂商 所以这些厂商 可能在以前各自独立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管理当中可能 比较欠缺 比较欠缺 所以 透过东亚的一个 火机的一个带领 那 希望把你的管理的部分 把它带上来 所以这个大概也是我们一个 它会想要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第一个 六郎叫翁新基 局长的标识 六郎是事业担委 最后補贵的自散 会想起来安全闻合的打招 以上是 多巴默的新闻邦佛